酒醉聚眾大聲喧嘩還謊報身份 台中市警方凌晨接獲報案 說一處夜店疑似有人聚眾姿勢 警方抵達現場之後 秦州一名酒醉的男子疑似是通緝犯 擔心被查棄 不但謊報身份 同行有人還企圖阻擋警方 讓男子趁機落跑 最後在女警追捕跟警力支援下 順利將男子逮捕 你別拖了 撒撒 不要推我 阿撒 你不要拖 你叫阿撒 要怎樣 男子狂暴身份被識破 一個轉身 以跑百米的速度拔腿狂奔 同行有人還企圖阻擋警方甩開對方 立刻上前追捕 快走 快 你趕快趕快 女警邊跑邊請求支援 男子躲進停車場 漆黑中逐一找尋 警匪追逐 嫌犯眼看這被找到 心虛起身落跑 正巧支援警力感到 不可這回她面對的原警 是體怨畢業的長跑健將 很快就被逮到 原來八十一年次的林姓嫌犯是一名通緝犯 凌晨她和太太還有朋友在大關路附近的一處夜店喝酒狂歡 結果一次聚眾大聲喧嘩遭民眾檢舉 因為擔心通緝犯身份曝光 荒暴身份還跑給警察追 陶欣越人態度囂張一度阻擋在警車前面 而男子被帶回派出所後 氣焰全消 躲了這麼久沒想到因為喝酒鬧事才讓通緝犯的身份曝了光 警方偵訊後依法將他移送地檢署歸案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老用 我 君